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抗拥前时代我们就不讲了 以后有机会我们还是会再讲的 那在接下来的专题当中呢 我们就先讲讲大家呼声比较高的孝庄太后 人们常说啊 清朝承在一个女人 拜也在一个女人 分别就是说的孝庄与慈禧 这两位太后在清朝一头一尾 见证了清朝的兴起和衰落 虽然都是先后辅佐了三朝皇帝 慈禧还指定了第四个皇帝 却落得很不相同的历史评价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这两个人之所以获得不同的评价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啊 是由于孝庄的时代 是处于清代的上升期 他辅助的皇帝都比较有作为 而慈禧呢 则处在清代的衰落期 他辅助的皇帝 也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无能之君 而且在他主政的时期 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其次呢 就是尽管孝庄时代啊 也有大臣提出过垂帘秉证的说法 但孝庄却始终处于幕后 默默地发挥作用 当然这其实也导致我们研究孝庄并不容易啊 因为史料当中对他正面的记载是不多的 但慈禧啊 则主动冲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 操控了晚清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局势 而这个局势又是内外交困 那慈禧本人的评价 当然也不会好 那在接下来的专题当中呢 我们就和大家讨论一下孝庄的一生 也客观呈现一下他所处的时代 和他本人的作为 首先要说明的是 孝庄是嗜好 就是说他死后才得到的这个称号 一些影视剧当中啊 当他还在世的时候 就屡次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啊 这显然是常识性的错误 也受到了诸多的批判 那孝庄究竟应该怎么称呼才合适呢 确切的讲啊 不同的时代啊 应该有不同的称呼方式 出嫁之前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称他为格格啊 或者用他的本名啊 不目不太来称呼他 皇太极时代啊 他是贝勒福晋和永福宫庄妃 顺着皇帝继位之后啊 给他进的徽号是昭圣皇太后 康熙帝继位之后 他是宫内地位最为尊贵的太皇太后 就是随着这个身份的变化 称呼啊 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但是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呢 我们除了会在相应的时期啊 用不同的称呼之外 也会统称他为孝庄 即便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啊 这样虽然不大严谨啊 但是啊可能会更方便我们的表述啊 和大家的理解 孝庄出生于蒙古克尔庆部落的贵族家庭啊 他姓博尔吉吉特氏 本名刚才我们提到了 叫不目不太啊 也有翻译成本不太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博尔吉吉特这个姓氏啊 他也被译为博尔纸金啊 这个姓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比较熟悉 是的啊 就是成吉斯汗的姓氏 根据考证啊 孝庄家族是成吉斯汗的二弟 哈萨尔的后裔 也是这一黄金家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 那单凭这一姓氏就足以证明啊 孝庄出生的高贵 克尔庆部落是与女真人啊 也就是满人的前身 联系最为紧密的蒙古部落之一 孝庄的祖父蒙古斯啊 是克尔庆左翼的首领 他虽然只有一子一女 但是这两个孩子都很厉害 儿子在桑啊 也就是孝庄的父亲 是克尔庆的一员猛将 女儿哲哲啊 就是孝庄的姑母 则嫁给了女真的首领 努尔哈赤的第八子 黄太吉为父亲 那就在哲哲出嫁的前一年啊 孝庄出生了 在他之前啊 宰山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啊 分别是孝庄的大哥吴克善 二哥查罕 三哥索纳木 四哥满猪洗礼和姐姐海兰猪 那这位新出生的女婴啊 被父亲取名为不慕不太 就是蒙古语大贵之人的意思 可见啊 她是受到了家族的欢迎和重视 我们刚才说到啊 就在孝庄出生的第二年 她的姑母哲哲就嫁给了黄太吉 在诺尔哈赤和黄太吉时代 这个两个家族的联姻是十分频繁的 由于爱新觉罗 也是女真部落的黄金家族 因此啊 当时这两个家族的联姻啊 也被称为是两个黄金家族的强强联合 不过呢 哲哲并不是黄太吉的原配附近 在娶哲哲之前 黄太吉至少已经娶过了两位附近 其中一位乌拉纳拉氏 在哲哲出嫁的时候 他给黄太吉所生的长子豪格都已经六岁了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啊 蛮猛民族啊 当时的婚嫁习俗啊 和汉人不同 男人正式婚娶的妻子都称为附近 彼此之间也没有明确的敌数之分 那女方家庭在嫁女儿的时候 也不在乎是否是男方的原配 由于哲哲娘家实力雄厚啊 所以虽然她不是原配 但是婚后的地位却高于之前的附近 那等到努尔哈赤死后 黄太吉及韩位啊 哲哲就被封为地位最高的大附近啊 主持后宫事务 而等黄太吉称帝之后 哲哲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宫皇后啊 可见她婚后一直是黄太吉后妃当中 地位最高的人 不过呢地位虽然高啊 哲哲却在婚后七八年的时间里 都一直没能为黄太吉但遇子女 这个肯定是一件让人着急的事啊 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她本人啊 在夫家的地位稳固也会关系到娘家乃至 克尔庆部啊在后京的影响力 所以另一场联姻就此啊进入安排之中 咱们克尔庆不善打仗啊 可偏偏强龄有这么多 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要广接善缘啊 趁这个时机跟大金再接上一层深厚的关系 那可真是太好了 天命十年的二月啊 十三岁的布姆布泰 在长兄吴克善的护送之下 离开了他生长的蒙古草原 前往后京啊 去与四辈了黄太吉 也就是自己的姑父成婚 是的 姑子姐妹啊同嫁一夫啊 也是当时满某民族的婚俗 而女孩子十二三岁就出嫁 也是当时的惯常做法 因此啊 这位十三岁啊 这个还是虚岁啊 这位十三岁的少女 嫁给了已经三十四岁的中年大叔黄太吉 对于新妻子的到来啊 黄太吉还是体现出了很大的热情 他奉复寒之命啊 率领迎亲的队伍 从当时的都城辽阳出发 前往迎接啊 和送亲的队伍相逢于沈阳的北纲 黄太吉设宴款待了吴克善兄妹一行 然后呢一起返回辽阳 诺尔哈士啊 已经在辽阳城外的十里之处等候 吴克善到达之后就先带着妹妹啊 拜见了这位大汗 随后啊大赦欢宴举行婚礼 标志着啊 不母不胎成为了爱心觉罗家族的一员 不过呢 据说啊 由于啊 因为校庄当时年龄较小 成婚之后 并没有马上与黄太吉合谨 而是先在姑姑折折的指导之下 学习一些礼仪和满语 预备着将来啊 成为一位合格的父亲 年少离家啊 虽然有点悲苦啊 毕竟还是那么小的女孩子 但是有姑姑的指导和陪伴 让不母不胎在后金的大家族当中啊 还不至于太孤单无助 而且啊 不母不胎的到来啊 仿佛就给姑母的命运啊 带来了转机 就在她嫁给黄太吉的当年 哲哲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以后又陆续给黄太吉生了两个女儿 后来这三个女儿都被封为故伦公主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公主的这个品级和规格啊 这个都是地位最高的公主了 虽然哲哲没能给黄太吉生下儿子 作为地位最高的福晋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但是这也为日后啊 孝庄的儿子弗林能够继承皇位啊 提供了契机和前提条件 孝庄嫁给黄太吉的时代啊 正是努尔哈赤的势力不断稳固和扩张的时期 努尔哈赤啊 从一个女真部落的穷小子起家 我们的弹幕里啊 曾经有观众提到过 努尔哈赤啊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野猪皮啊 当初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真穷小子 那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 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 建立了后金政权 把都城从老家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城 而就在布木布泰 嫁到后金的第二个月 努尔哈赤就不顾诸王大臣的强烈反对 宣布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要再次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 那个时候的沈阳和现在不一样 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城 面积也只有辽阳的一半大 而且啊 后金刚刚迁都辽阳没多久 宫殿才建设的出具规模 这又要再次迁都 难怪多数王大臣都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啊 努尔哈赤力排众议 说服了部下 完成了迁都 在这个过程中啊 克尔庆部在各方面对努尔哈赤的支持 以及迁都之后 更便于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盟 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孝庄驾到后金的第二年 努尔哈赤再次发起对明朝的攻势 在宁远之意当中大败 鲨鱼而归 之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由于努尔哈赤生前 并没有明确立定韩位继承人 这一点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 曾经给大家提到过 许多关外民族的政权都没有生前立丝的这个传统 那在努尔哈赤死后 四贝勒黄太极就在一系列的预先筹谋 和当时的政治博弈当中 登上了韩位 继父亲天命韩之后 成为了天聪韩 这个过程啊 以后我们会给大家细讲 那么对于孝庄而言 成婚仅一年 他的身份就由贝勒福晋 而转变为了韩福晋 难怪父亲给他取名为大贵之人 当然随着黄太极的即位 孝庄娘家在后金的地位 也随之上升了 因为刚刚即位的黄太极 不仅在后金内部的地位不够稳固 最初甚至需要与其他三大贝勒 共同难面 出现了上朝时四大贝勒 共同难面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 而蒙古各部当中也颇有反对势力 所以黄太极需要孝庄娘家的大力帮助 去稳固韩卫和协调各方势力 因此孝庄孤职在后宫的地位更重要了 当时哲哲是天冲航后宫中地位最高的大附近 而孝庄的地位则仅次于姑母 位列第二 那在之后的岁月里 黄太极忙于排除和打击三大贝勒的势力 击败查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反对势力 完善八旗制度 就是在努尔哈赤建立的满洲八旗之外 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打破了满洲旗主对于军队的垄断 不仅稳固了自己的含位 还在这一过程当中将女真部落整合为一个全新的民族 满洲 那在这一过程中 孝庄孤职不仅帮助黄太极打理好后宫 也在联络蒙古稳固满蒙联盟中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呢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天冲八年 孝庄的姐姐海兰朱进入了黄太极的后宫 关于海兰朱如何嫁给黄太极 史料的记载很不明确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海兰朱要比孝庄大四岁 天冲八年嫁给黄太极的时候 她已经是26岁了 我们刚才讲了 蒙古贵族家庭的女孩子一般都是十二三岁就出嫁的 何况一直享有草原美女之名的海兰朱呢 因此海兰朱在嫁给黄太极之前一定成过亲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 天冲七年 就是海兰朱嫁给黄太极的前一年 克尔庆的两位大妃 就是孝庄的祖母和母亲 以及孝庄的两位哥哥和侄子等人 组成了一个探亲团 来沈阳朝见天冲韩 并且探望哲哲和孝庄 两位家族女性 黄太极给予了他们很高规格的接待 那探亲团也在沈阳先后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期间啊 双方各种宴请和礼物的往来不断 在这一个多月里啊 发生了不少浪漫的事情 比如 黄太极最小的弟弟多多 看上了克尔庆大妃的小女儿 就是哲哲的小妹妹 那黄太极就为弟弟定下了这门亲事 而大妃啊 就是孝庄的祖母 则看上了哲哲所生的三格格 想把他聘给吴克善的儿子 也就是说啊 想把外孙女嫁给自己的虫孙子 但是黄太极却并没有同意这门亲事 他说三格格自己已经有安排了 让大妃在四格格和五格格当中选一个 这两个女儿啊 都是孝庄所生 亲缘关系一样很近 那最后大妃选中了四格格雅图 尽管啊 这次的来访史料当中 并没有出现海兰猪的身影 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 海兰猪这一次是跟着母亲和祖母一起来的 而且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接触当中 和黄太极产生了情愫 也就是说啊 黄太极在为弟弟和女儿缔结婚姻的同时 自己也没写着哈 原先是嫁给了谁呢 2008年啊 林丹寒已经被黄太极彻底打败啊 死于青海 她的儿子和布众都投降了黄太极 那孝庄娘家自然会毫不犹豫的把海兰猪送到了后金 这个也符合当时后金啊 在击溃一个部落之后就接手对方部落首领遗孀的这个传统哈 当然黄太极对海兰猪的感情相对于获取战利品的快感而言 更重要的还是喜欢 原本皇上对海兰猪只有五分真心 如今倒成了十分入迷 恕我好奇问了 皇上是先不爱玉儿才爱的海兰猪 还是先爱上海兰猪才不爱的玉儿 我们之前说过啊 清朝的皇帝多比较钟情 那这个基因啊 至少从黄太极这一代啊 就开始显露出来了 如果说黄太极对于哲哲 由于是中宫大妃比较敬重 对于孝庄啊 由于其家族势力也不会搏代 但是对于海兰猪 那就是真心的喜欢了 天聪十年啊 黄太极将自己的称号 由天聪寒改为宽温人圣皇帝 就是称帝了 那国号呢 也由金改为清 年号则改为崇德 标志着满洲的历史发展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那称帝之后啊 当然要正式的策立后非 根据东华路的记载 当时黄太极有十五位后非 但是实际上 按照满人的风俗 我觉得黄太极身边的女人 包括正式婚娶的福晋 和作为战利品接手 以及抢掠来的女性 应当远远不止十五位 在称帝之后啊 却只有五位 受到了黄太极的正式册封 史称武功后非 那在这五位当中呢 哲哲作为地位最高的福晋 自然被册封为皇后 住在位置居中的清宁宫 第二位就是居于东宫的 臣妃海兰珠 黄太极给他的宫殿 命名为官居宫 用了官官居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这样的典故 可见啊 里面是爱意满满了 第三位是西宫 也就是林子宫 贵妃纳慕中 那第四位是次东宫 典庆宫书妃巴特马早 这两位呢 都是林丹寒的遗双 林丹寒死后 他的儿子和遗双都归附了后金 黄太极呢 就把这两位遗双啊 列入了受封的武功后非之中 用意啊 显然也是为了笼络 林丹寒所遗的不重 那就这样啊 咱们的主人公孝庄 被排到了第五位 为次兮宫 也就是永福宫庄妃 虽然武功后非当中啊 孝庄一家就占了三位啊 在黄太极的后宫中 形成了明显的优势 但是孝庄本人 在武功后非中啊 嫁给黄太极的时间 是仅在哲哲之后 本来帝位啊 也是仅次于哲哲 现在却屈居为第五位啊 这里面当然一方面 有黄太极要平衡 各方势力的考量 但另一方面也证明 孝庄在黄太极时代的地位啊 或者说受宠啊 受重视的程度 并没有啊 像很多人说的那么高 那么孝庄如何处理啊 与姑母和姐姐的关系啊 如何在后宫之中啊 提升自己的地位啊 成为那个不是笑的最早 而是笑到最后的女性呢 我们将在下集 为大家讲解 老师其实黄太极和海蓝猪的关系 可以用天降这个词来形容 你知道这是啥意思吗 天让掉下个海蓝猪 是这意思吗 天降其实在B站算是一个比较热的词吧 比较年轻的一个词 它意思就是说一见钟情的意思 我以为是天作之和的意思 就是天降和竹马当中 你觉得哪个更容易有真爱 我不知道 这两次 就是天降就一见钟情嘛 但是竹马就是从小一起长大 那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天降吧 对 人类学当中有一只说 其实跟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 就类似于兄弟姐妹的话 其实很难产生 疫情之间吸引的那种激情嘛 我瞎说的 这段卡拉丁不 就是这段卡拉丁不